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有一些我个人的红线我会比较在意 譬如说前一阵子TVBS的钱子他结婚 然后在我车播的时候有一个XX就讲了一些八卦的话 我看得很不高兴 我就直接把XX用BAN 人家结婚你祝福就好你嚷嚷什么 莫名其妙就直接把XX用BAN 今天是赖月谦赖老师的生日 今天来来来聊天室把蛋糕刷起来 把蛋糕刷起来 今天是赖老师的生日 他这个狮子座 我也搞不清楚什么狮子座 因为是我问他的 我说赖老师你是什么座的 我对星座没研究 我直接问他比较快 他是狮子座 我一下子要找蛋糕 蛋糕不知道在哪里 那这个当然是祝赖老师生日快乐啦 大家这个朋友这么久了 我们这个iPad很多人用 连蛋糕都会不见 糟糕 找到了 好 那 我觉得啦 讲那种 我觉得人家有喜事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是 比如说人家买房子啦 买车子啦 结婚什么的 应该是要 刚刚聊天室那个XX说 慧文请问赖老师的男朋友是谁 讲这什么X话 这个都是永奔的 你想要展现你的什么幽默感跟刷宝 请你到别台去刷宝 你不要在我这边刷宝 人家要结婚 你们讲什么 有的没有的 这个实在是 很无聊啊 这个我都直接永奔了 我就觉得实在是 像那个 钱子那个事情我永奔 那个来我们聊天室很久了 叫做老杨啊 我到现在搞不清楚他是男女的什么的 搞不清楚 直接永奔了 没什么好谈 人家的喜事 你在讲那种 真的是 这个 那个有用手机看的朋友 这个是我们在每个礼拜一啊 这个 慧文看社会的discord 这是一个app 这是个免费的app 你能够翻墙出来看我们的节目呢 你就能够少这个app 这是这个free download 这个免费的app 你下载之后呢就可以找到那个灰文看社会的频道 那礼拜一呢 呃就可以来这个我们call in聊天啦 那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昨天我等了两位G开头的网友 ID啊 ID是G开头的 两个都没来啊 这个实在是 这种网友我看的也多了啦 灰文我要call in 我有话要讲 跟你相约礼拜一 晚上七点 回文看社会 没来 这笑死人 那刚刚聊天室要谈那个 因为我昨天谈的是说 台湾对大陆的白皮书 我谈的第一点 我认为的啦 因为我们 这个台湾的朝野蓝绿都是 这个懒散惯了 这个堕落 我认为的第一点是要 平等 对等 平起平坐 这是我认为的第一点 哇 这聊天室被喷惨了 当然有人不以为然 也有人认同啦 这个都没有关系 那我本来要讲第二点呢 但是因为我不能让小编 这个 就是我们 混文看社会那边的小编 我不能抵任人家下班啦 对不对 这个 又没加班费 我抵任人家下班 这个讲不过去 所以 下礼拜一 再跟大家讲 我认为的第二点 我目前想到的是两点 两点 就是 这个 台湾对大陆的白皮书 两个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 我认为应该是 平等 对等 平起平坐 这是最基本的 那这一点 这个 有人不疑而然 第二点 恐怕 反对的很更多 那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本来就是要增加讨论 那我们昨天在这个 Coin的过程里有一位台干 就是我们台湾人到大陆东莞去工作的 那他的讲法是说 如果我们跟大陆谈呢 谈得好变香港 谈不好变乌克兰 那这是他的看法啦 我没有要跟他辩论或什么 然后他说 他也承认时间 不站在我们这一边 如果到最后变成乌克兰 那就打吧 这种 可能比较欠考量啦 不过没关系 因为多讨论多沟通 总是好的 所以我再次的 鼓励大家 你在我的YT聊天室张掌 是没有意义的 我也没有办法 这个 几千人在线上 我跟你一个人对话 那也不可能 所以你扫这个Discord 这是一个免费的语音通信软体 免费的 你去扫一下 就这个比较实在的 有空的就来 没空的就不用了 上个礼拜 call in过的朋友 也别再来了 昨天那个 鹿儿岛的周周 还有南京的小园 又都跑来了 这啥呢 这不用了 打过的朋友 这个就谢谢了 还有十几亿人没打过 你让大家轮流上线一下 昨天还接到一位 我们三年前的网友 叫牛牛 当然我觉得他在说谎 说谎没关系 说谎没关系 你平安就好 你从COVID-19到现在 我们2019就认识 然后2020疫情 他就不见了 我都怀疑他怎么了 昨天突然又上线 他说什么 什么一堆事情 那个都是借口 那个没有关系 只要这位 在意大利的牛牛 这位朋友 平安 这样就好了 好不好 这个就有重新回来报道 这一切平安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那阿之我们先给大家看 那个圆柄图 大小匡的这个圆柄图 这是第四次台海危机后 一个统独倾向的民调 那执行民调的单位是这个 游英龙的台湾民意基金会 这个民调 那这民调数字 我当然要先跟大家 报告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因为主要是因为在 第四次台海危机之后 那这个统独倾向呢 这个倾向台独的是50% 刚好是50% 那维持现状是25.7% 维持现状 算他26了 这个四十二五度 倾向统一的是11.8% 将近12% 不知道的是12.5% 这个是游英龙今天公布的民调 台独50% 维持现状25.7% 那两岸统一是11.8% 不知道是12.5% 这个民调 好 那这个民调的这个 解读 就当然会变成这个 阿之我们给大家看 那个文字的那一张 那个文字的 这个解读 我就觉得 这有点 有点那个啦 好 那像游英龙跟吴子佳 这个我都 我都很保留 我都很保留 不是啦 不是这个啦 文字的那个啦 我们两个的一点默契都没有 就很多文字的那个啊 文字的那个 你帮我下一段的梗都丢光光了 你看 这个因为游英龙他是这个以前 对这个就是游英龙的意见 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游英龙他说啊 台独才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 那像游英龙这种讲法或是蔡思平 黄伟翰这种讲法我都不认我都不认同啊 我实在不认同台湾的主流民意是什么 什么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那我们就就不谈蔡思平跟黄伟翰 我们就谈这个游英龙 他说啊这个维持现状只有独立的一半 由此可见 期盼台湾未来要独立才是 台湾当前社会的主流民意 台独才是社会主流民意 因为他是看图说故事嘛 就他做的民调是50%嘛 50%倾向台独嘛 所以他的解读就是 那个你看维持现状只有一半 维持现状只有台独的一半 所以台独才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 那这样的解读 我交给大家公平嘛 因为我跟各位讲说 我平常我是没有在讨论 吴子家跟游英龙的民调 为什么 这为什么就不讲了 就是我就是跟你讲 我只看梯台的 那梯台的民调做的比较 没有那么及时 因为我觉得这个timing是应该做 什么timing呢 就是裴洛西走了 这个 第四次台海危机 在上个礼拜已经高一段多了 这个timing是应该做的 如果就民调来讲是应该做的 那但因为你看上次台海危机是26年前 26年1996年26年前 那个那时候也是飞弹事射 那这一次的台海危机的规模 远胜于前面这个1996年那一次 这个这个时间点不做民调 我的这个时间点是应该做民调的 那我们看游英龙的另外一个解读 他说啊 这个台湾政府不分蓝绿长期宣传 台湾人希望永远远持现状 这是假的 长期蒙蔽国人啊 严重误导国际社会视听啊 压缩台湾独立自主发展的空间 这游英龙批蓝绿 这个压缩台独的自主发展空间 蓝绿都批一下压缩的 对啦 这个如果照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民调 维持现状的应该是会 之前来看是比较多 那这次他做出来的民调是一面倒 就是50% 刚好一半认为台独 所以他就游英龙就解读说 台独才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 然后蓝绿呢 去压缩了台独的自主发展空间 那这样的民调呢 这种风向带成这样子 我是觉得 我起起以为不可啦 因为你这样做民调实在太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太廉价了 包括他那几个显像 包括台独是50%嘛 呃 维持现状是26%嘛 好 那统一是12% 然后不知道也是12% 13%这样子 我就觉得 这个呃 没有没有把他问清楚 好 那没有问清楚之后 他的答案就是 台独 维持现状 或者统一 或者这个 不知道 这个这个我觉得太简单了 因为呃我们的实际上 我们是没有办法公民自觉的 住民自觉这个我们有实际上的困难 嘿就我跟你讲说 我们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我们我们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就是 2300万人决定要干嘛就干嘛 如果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的话 那就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我们就没有办法说2300万人决定如何就如何 不是这样子 好 那国际处境的现实跟困难 待会广告回来之后 我会讲给大家听 那我我先批评游益隆的这个民调 我认为是呃意义不大 你你真的花钱去做民调 然后问出这样的结果 你去做这样的解读 只是自海而已 是没有用的 非得晚餐 我是陈慧文 这个前天看这个赖老师的节目 我的网路 他一个赖月仙TV的节目 其实因为你知道YT他会这个 滚动的 不定期的推荐一些节目跟频道给你 那那天他刚好跳出来赖老师说 把点进去看了一下 看看赖老师讲什么 这个捧场一下 那刚好赖老师也提到这个 这我们很久以前就跟大家讲过了 那刚刚我批评游益隆 就是说所谓的台独 这国际社会反对 国际社会目前 你看到这个全部都是一中原则 国际社会反对的话 就像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加泰隆尼亚 那加泰隆尼亚呢 它是一个自治区啊 那这个自治区它 因为西班牙它不 这个它有它的历史 它的这个国内的问题 所以呢 在加泰隆尼亚 它的首府是这个巴塞隆纳 那就是西班牙最重要的这个经济大臣 这个巴塞隆尼亚它就很关键嘛 就是这个整个西班牙的经济的这个重心 所以加泰隆尼亚它一直想独立 他们其实 呃 奋斗的很多年 我必须这样讲 就加泰隆尼亚的独立运动 那 他们办很多次的公投 其中一次公投 这个 90.9%的 加泰隆尼亚认为我们要独立 刚刚我讲 友谊隆尼亚民调是台独50%嘛 加泰隆尼亚的独立是90.9% 但是它那次的投票率没有很高 我印象中投票量40几%了 他有开出来的这个 赞成独立的%数是90.9% 吓死了 那一面倒了 就去投票的人 90.9%都认为我们加泰隆尼亚应该独立 可是呢 他的独立公投 显然是压倒心的过关 可是国际社会是反对的 你欧盟进不去嘛 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什么葡萄牙 法国 这个跟西班牙的是交界的 然后欧盟的20几个国家 没有一个 城镇加泰隆尼亚的 那联合国就更不用讲了 没有都没有 那西班牙政府呢 是全力的去镇压这个加泰隆尼亚的独立运动 所以后来这个他们有很多人被逮捕啦 这个判刑啊 等等等等 那流亡在海外的就被通弃啦 被这个追捕等等 这个 其实 我必须这样讲 就是说加泰隆尼亚他的公投是过的 他的独立是失败的 因为国际社会反对嘛 好 那你也想说 那如果国际社会支持呢 假设国际社会支持台独呢 那当然现在包括美国跟日本 他们都反对台独啦 他们都不支持台独啦 其实我讲反对 所以一定有人这个 要要要做文章 譬如说我们讲这个美国的总统拜登啦 他说这个 We are not supporting这个independence 就是独立啊 台湾independence 就是 不支持台独 可是台独的那些朋友 他会 自我安慰说 他说不支持 他没有说反对啊 因为说反对台独的是布林肯 是美国的国务卿啊 美国的外交部长 他说我反对台独 我们美国反对台独 可是他们很在意拜登讲说 我们不支持台独 他认为不支持台独跟反对台独 意思是不一样的 我不支持 但是我没有说我反对啊 还可以这样子拗的啦 好那我跟你讲 就说就算国际社会支持 我打了一个问号 就算国际社会支持 大陆他一个反分裂国家法 可是当时大陆的国内法 他自己定一个反分裂国家 定了很多年了 那反分裂国家法是啥意思呢 其实就是针对这个 呃 藏独 疆独 港独 台独 针对这些独 来的 就做反分裂国家法 就我说就算国际社会支持 其实现在的国际社会是没有人支持台独的 包括美国 日本 欧盟什么 他们都是一中原则嘛 他不会为了支持台独 去得罪大陆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说就算国际社会支持 他大陆有反分裂国家法 什么意思呢 就说他是大陆的一个国内法嘛 他是提供的这个法源 后来因为香港的事情 他们还弄了一个什么国安法 他们大陆的国安法 简单讲就是说 就算没有反分裂国家法 他也会打你啊 就说我就算没有法源 我也要打你啊 那阿志我们放另外那个红色的那个 这个我跟阿志的默契的这个失败 不过这没关系 这个本来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我们的梗 其实这是 对对对这张红色这张 这个 如果会变成乌克兰或香港 仍然倾向台独嘛 这个就是我批评游英龙民调的地方 就你第一题可以这样子问 第一题 就因为你民调的设计版就这样 就你是 那你在第四次台海危机之后 你倾向台独你认为台湾的未来应该怎么走 台独 维持现状统一不知道 或是其他什么的 你可以做很多选项 这你民调设计是第一题这样子问 那第二题呢 第二题你应该追下去问 就是说如果台独会变成 就是那50% 倾向台独台独的人你要问他说 如果台独会变成 台湾会变成乌克兰或香港的话 你还支持台独吗 你要去问哪 而不是说你问前面说你倾向台独吗 50%支持台独 然后你就开始去解读 50%支持台独 这个是台湾的主流名义 哎呀什么维持现状 这个是一半而已 这有什么意义呢 各位朋友 如果你民调是问说 问这50%倾向台独的朋友 如果台独台湾可能会变成乌克兰或香港 你还倾向台独吗 你觉得这问下去还有50%吗 我认为这50%你问他说 这样下去可能会变成乌克兰或香港 我认为这50%的人会变少 我很武断的告诉你 我直觉的认为这50%会变少 他不可能变多 好说那这样就就算变成 那我就算变成乌克兰跟香港 我还是要台独 有有这种人 但是他是少数 我认为是少数 我就想要台独啊 会变成乌克兰我也在所不惜啊 愿意变成香港 我也愿意一战啊 有这种人 民调你知道吗 一定有这种逞胸斗痕的 你看PTC 那时候抗议那个中华支棒某球团 万人响应啊 一人到场 真的要去抗议就算一两个没人啊 这种的 我就就算变成乌克兰 就算变成香港 就算要血流成河 我也要台独 你做任何民调一定会有 我还是要台独 但是我认为这个是少数 而且真正开打的时候 这些人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你民调问我 我跟你说 我还是无论如何 我都是要支持台独啊 可是真的打起来的 他可能有绿卡或什么 枫叶卡 他就跑了 这种叉叉 看太多了啦 兄弟 所以我跟你讲说 你 这民调你就本来就应该去 那如果变成乌克兰或香港 各位朋友 我没有违言耸听 我也不是魏斐宣传 我是讲实际的状况 国际的状况 大陆的状况 我所了解的很有限的地方 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你 你台独 你就是会变成乌克兰 或变成香港 就这样 那你还要台独吗 你本来民调就应该问的啊 我跟你讲 我才不相信 台独下去会变乌克兰或香港 这是我认为这个是肯定的啦 你主张台湾独立 你去做台湾独立 你去搞法理台独 台湾会变成乌克兰 或者香港 然后这个是台湾主流社会的民意 我才不信 你再怎么讲 我不会相信 不可能 因为去搞台独 所以让台湾变成乌克兰或香港 这个是台湾的社会主流民意吗 各位朋友 你不要问别人 你就问你自己就好了 你觉得这个会是台湾的主流民意吗 我们明明知道会引起战争 明明知道会被打 然后我们就算 就算这样子 我们也在所不惜 会变成乌克兰吗 没关系啦 变成香港 没关系啦 我们就是一定要变成台湾独立 我们要往那个方向走 就算引起了两岸的武统战争 什么的都无所谓 我就是要台独 这怎么可能会是台湾的社会主流民意呢 不可能啦 想也知道不可能啦 那台独的出入是什么 台独的可行性有多少啊 你们这些大学教授 这些政治学博士 你们不去分析 你说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 各位朋友 如果会变成乌克兰或香港 你还倾向台独吗 这个就是你本来 你就应该去问的问题啊 因为这个绝对不是 在吓你 这绝对不是魏斐宣传 这不是中共同路人 这也不是什么中共代理人 这个就是要告诉你说 实际的状况是什么 因为你会被骗嘛 你会说那为什么不能台独 我们自己决定啊 我们为什么要让大陆决定 为什么要让共产党决定 我说裴洛西要来就来啊 那你叫川普来啊 你叫那个拜登来啊 听说川普 如果川普正要选总统 川普是有可能来的 不过不晓得大陆的反应会是什么 拜登贺锦丽 No.1 No.2来 来的会怎么样 裴洛西来就这样子的 你觉得其他 各位朋友 我问你 裴洛西来多久 昨天有一个参议员 四个众议员来 五个人来 他们来多久 我跟你讲 裴洛西来不到24小时 那个那个那个 参众议员 也来不到24小时 叫做旋风 的访台 访台啊 访问台湾 旋风式 就不到24小时 来 讲好听也是两天一夜 其实根本不到24小时 人就走了 就跑了 那我请问你 这样子 不到24小时的 旋风式的访台 他是能了解什么 总统府 立法院走一走 这样是能了解什么 走马看花 蜻蜓点水啊 行事异于大于十之一 那是来耍宝的啊 裴洛西如此 那些参众议员来也是如此 你到一个国家 你去访问24小时 你是要干嘛呢 你是能看到什么 你是能知道什么 就不到24小时 然后就这样 行程排得满满的 然后跑跑去 然后就跑了 这样立起 你这样说你能了解什么 这样就表示你的支持吗 那个参议员啊 他以前是众议员 因为众议员比较不值钱啊 他昨天讲什么 他说啊 我是美国 1979年 少数签订台湾关系法 还在的国会议员 那个参议员啊 他很得意啊 1979年 为什么会有台湾关系法 是因为 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 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 美国跑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美国把美军撤走了 美国把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给撕了 美国抛弃了我们 美国为了他自己的国家利益 他跑去跟中华的民共和国建交 1979年 所以他们的建交公报是1979 上海公报是1972 817公报是1982 所谓的六项保证也是1982 你 抛弃中华民国 后来美国国会勉强通过台湾关系法 给我们一点补偿 给我们一点安慰 AIT的法源就写在台湾关系法里面 美国在台协会 他不是什么正式的大使馆 他的法源是写在台湾关系法里面 我想请问 裴洛西这个叉叉 还有昨天来的那个参议员 你们怎么可以不要脸到这个地步说 我当年有签台湾关系法 你在提醒我的是你当年抛弃过我们 还怎么尖若磐石 你真的以为台湾人这么好骗 我有台湾关系法 那为什么没有日本关系法 为什么没有菲律宾关系法 为什么会有台湾关系法 我觉得这些台湾甜美的这些人 帮美国讲话这些人 我都不晓得你们在讲 我们不要帮美国讲话 我们也不要帮大陆讲话 最近国家处境这么困难了 你去帮美国讲话 看到美国就跪下来 你看到大陆也不用跪下来啊 那为什么看到美国跟日本 你就跪下来呢 这简直是莫名其妙 各位朋友 这种你不去讨论 会不会变成乌克兰或香港 这就是自嗨式的台独 他就是内耗空转台湾数十年啊 各位朋友 就是你都没有去跟大家讲下一步是什么嘛 台独啊 好台独 50%说要台独 台独后面的 后面就不用讨论了 后面游英龙的民调就没问啊 你要问的就是我红字上面 这个是我打的啊 如果会变成乌克兰或香港的话 你还倾向台独吗 我跟你讲那一定不是50% 已经是比50% 我认为会比50%低很多 你就是要跟大家分析说 你支持台独之后的后面是什么 你什么都不问就50% 50%才赌到就是怎样怎样 你你那个根本就是自嗨没有意义啊 我刚就讲嘛 如果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我们可以公民自觉 住民自觉 自己决定的那个自觉 自己决定啊 好叫做自觉 如果我们可以公民自觉 住民自觉 就很像绝大多数正常的国家一样 加泰隆尼亚也是啊 他有他的历史 他认为我是自治区啊 我不要在西班牙下面 我要独立啊 索马力兰不是也这样子吗 索马力兰就在索马力兰旁边啊 各位朋友他已经独立30年了 应该是31年 那去年30年 今年应该是31年了 他独立了31年 他也是进不去联合国啊 我独立的怎么样啊 没有人承认我啊 我国际社会我进不去啊 我们去弄这个台独 我就跟你讲 你玩台独 你最后结果就是被打 你帮中共讲话 他有必要我帮他讲话 我没有 我比较担心的是 你根本都不去考虑前因后果 你在那边支持台独 支持台独 然后呢 然后变成乌克兰也无所谓吗 变成香港也无所谓吗 你盲目的去搞台独 你是更快的变成乌克兰或香港 更快 你在加速啊 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呢 我不希望变成乌克兰我也不希望变成香港啊 那怎么办呢 那就那就好了 那就应该去大家应该是坐下来讨论怎么办 而不是说台独50% 他一定不是50%吗 台独就没成功 你就想要台独 到底他就不是选项 各位朋友 他不是选项 理论上他应该是选项 可是实际上他就不是 国际的现实他就不是 那你自己骗自己说我要台独 会成功吗 能成功吗 要试试看吗 你试试看的结果就是回不去了 我跟你讲就回不去了 千万不要乱搞 乱搞就连机会都没有 非得晚餐 我是陈惠文 昨天本来跟他讲那个 北京的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是大陆这个 非常好的大学 全世界排名排得上的 北京的清华大学 那他们有一个研究员 叫周波 那他在环球时报写的一篇 就是分析这个台海危机 这个飞弹演习之后的 这个两岸的状况 他的结论是台湾跑不掉 废话台湾怎么跑 把整个岛开走 台湾跑不掉 那第二点呢 就是时间站在大陆那边 时间站在大陆这边 那昨天我们在 霍文看事会连线的那位台干 他也承认这个时间在大陆那边 他去大陆工作五年 那他有两点 他说 他说 共产党是不可能承认中华民国 那我们要谈 他说霍文哥我听你一直讲 要坐下来谈 要怎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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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要大家集市光 要怎么谈 我们根本没准备 我们要拿出共识跟对方谈 那不谈 那这位朋友 我刚前面讲 他说谈了会变香港 不谈会变乌克兰 我是没有他那么悲观 我是觉得如果我们继续搞康中保台的话 会很快变成乌克兰 那用乌克兰举例不太好的原因是 你看普丁他现在的这个 俄罗斯他打乌克兰 他已经打了很久 从2月24日到现在 打得这样子 他并没有要全面的占领乌克兰 他针对就是 卢干斯克跟顿内兹克 就是乌东的这两个州 然后往南延伸到克里米亚 他可能 就看他的这个战局怎么 像奥德赛那边他打不打 他要不要让乌克兰变成内陆国 把他跟黑海离海那边完全都切掉什么 那个是普丁决定 但我要讲就是普丁他 他没有要全面的把乌克兰吃掉 所以你看他后来他就不打基辅了 他一开始派兵到基辅 他后来就撤了 就专心去打这个 卢干斯克跟顿内兹克 那 我认为如果大陆要打的话 那我打台北就好了 台中高雄我不会 如果大陆要武统的话 他就整个把台湾就 他就拿掉了 所以用乌克兰的这个比拟的话 这个请大家不要在这上面打转 因为我讲的乌克兰的意思 如果变成乌克兰就变成战争 开打 那开打以我们的这个地缘政治 跟我们的这个地理的位置 我们是没有众生的 我们不可能像乌克兰打那么久 不可能 那我们的发电 我们的这个天然气 煤炭 我们都是靠进口的 如果大陆他封锁这个台海 可能七天十天我们就没电了 煤炭烧完了 天然气的安全存量用完了 核能 核电 其实我们核电大概就10%左右 占我们发电量10%左右 核电也 核四根本就没动 他如果封锁 整个封锁起来 让船进不来 可能十天我们就没电了 那打什么 这个东西我们都讨论的太少 然后内耗空转比较 所以我说台独它是个假议题 它 我认为它根本就不是选项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这个 这个维持现状 26%维持现状 这个 你看那个图 那个橘色那个就是维持现状 26% 这我开玩笑 这26%一定没有听我节目 这哪来的现状呢 这个就是你民调设计的问题说 什么叫维持现状 什么叫做维持现状 就是不同不独不武 不要打仗 我也不要同意 我也不要独立 就是维持现状 那就简称叫做不同不独不武 那从马英九交办给蔡英文之后 这六年多 我们有维持现状 就没有 我们已经没有现状了 这些回答维持现状的朋友 你们都不认真 尤英龙 你做这个民调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50%台独 26%维持现状 这到底是意义是什么 不是说我不喜欢这个数字 而是我是要告诉大家 维持现状 它不是选项 因为没有现状可以维持的 你怎么会维持现状呢 在马英九执政那时候 你可以说维持现状 因为马总统他就是跟大陆 他就主张九二共识 不同不独不武 所以他跟习近平能够在2015在新加坡见面 就是回到我刚前面讲说 我认为两岸坐下来谈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平等 对等 平起平坐 就像当年的马锡会一样 那有些大陆的朋友讲说 那个不是 那个是党跟党 其实马英九那时候已经不是党主席了 2015年11月7号在新加坡说 马英九已经不是 那时候国民党党主席叫做朱立伦 2015的11月7号 国民党党主席是朱立伦 不是马英九 所以习近平愿意跟马英九见面 双方平等对等 平起平坐坐下来谈 很好 所以我不是说我在想念面 不是说看到这个民调的数字我不喜欢 而是各位朋友 我认为台独不是选项 我认为维持现状也不是选项 当台独不是选项 维持现状也不是选项的时候 我们手上的筹码就很少 我们能够选择的就不多了 我们没有内耗跟空转的本钱跟空间 来给我那个帅将军那两张 谢谢 就为什么帅化名将军跟你讲说 台湾的时间不多了 为什么苏琪教授告诉你说 台湾人该醒 为什么 你可以说 我昨天引述的是书永青教授 宪法权威讲的 我现在告诉你的是帅化名 他是退役中将 我跟你讲是前国安会 国安会的这个马英九那时代的秘书长 苏琪讲的 你嫌我层次不够 他们两个层次够了吧 苏永青的分量够了吧 没要去想 每天就要台独台独 各位朋友 我跟你讲 像这个吴子佳跟游英龙 我就不批评这两位 他们人各有志 就绿的民调这样子狂带风向 他们两个民调做得可情 其实前一阵子呢 这个国民党有两个人 一个跟我童年 一个比我年轻 一个叫圈圈 另外一个叫叉叉 那圈圈呢 他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这个国民党有本钱成立基金会的也不多了 然后他弄了一个智库 我说够有基金会够有智库 这有备而来哦 就后来不了了之不知道在干嘛 然后呢 另外那个叉叉呢 他也弄了一个基金会怪怪 然后他能够弄到基金会要做民调 哇这这 可能国民党有些人动起来啦 要做民调 结果也没有 后来做民调用用Facebook发文券 这什么东西啊 哎这根本就不是 我讲网路投票不是民调 发文券也是不是民调 用手机简讯也不是民调 我都不晓得他们民调到底 你们连民调都不会做 就到底这 就我对国民党的圈圈跟叉叉 我心里心 这个让我很感慨 我来引述这个林阿希的这句话 这是我们的网友啊 林阿希的名言 没钱的再出钱 没力的再出力 这个就是蓝军国民党支持者的心声 没钱的再出钱 没力的再出力 民进党有人带风向 绿的有人带风向 蓝的连带风向的人都没有 你是要跟他选什么 你怎么选得过别人 这图不用换 图不用换 我来播那个蔡总统的那个图不用换 我们就看着 帅将军跟苏起秘书长 给大家的这个 忠言逆耳 民进党绿的风向是带到那边去了 蓝的还在内斗 蓝的还在说我来凝图对白 我来跟着民进党路走 看会不会赢啊 这实在是 林阿希讲的 没钱的再出钱 没力的再出力 在这种节骨眼 各位朋友 真的要修宪吗 我跟你讲 修宪自宪 你从你往法理台独的路去走 我的研判 大家参考 因为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 不一定是真的 你往法理台独的方向去做 大陆他不会让你公投的 因为你如果要修宪自宪 什么调降修宪门槛 什么搞不好他就动手了 我也不晓得北京是怎么想的 你往法理台独的方向去走 当你开始在推这个公投案的时候 他就打你了 他不会让你成为继承事实 我们公投通过了 我们制定新宪法了 我们台湾独立的 然后开始打你 他不会这样 他没那么笨 他不会让你成为 台独继承事实之后再打你 他不会 你有这个倾向 他认为你 他很单方面 他认定你 违反反分裂国家法 他就动手了 他哪管你啊 所以我就跟你讲 台独是假议题 台独是不会成功的 不要花时间在台独上 所以你不要去动宪法的歪脑筋了 我今天看到梯台的一个专题 还在做什么18岁公民权 那个看的都太浅了 但我也不去批评梯台的记者 然后记家他可能就觉得 他就是在18岁公民权上面打转了 他不是只有要弄18岁公民权 你怎么一直在18岁公民权上面打转呢 蒋万安连这个逻辑都没有 来来来 我讲实在话 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什么民众党 时代力量 当时都根本没有民众党 当时也根本没有时代力量 这个的确是民进党先提的 没有错 我必须跟你讲实话 调降投票年龄是民进党先提 他提很多年了 提20几年有了 20几年有了 我印象中是20几年了 那时候哪有什么民众党 哪有什么磕你个头啊 根本没有什么蔡壁如 什么时代力量 那没人都没有 20几年有了 各位朋友 这个诉求 让18岁公民权就能够去投票 我就跟你讲说 我反对的理由是因为他 后面是一连串的阳谋 阴谋 那 这东西是民进党先提的 蒋万安朱立伦 你们阳乡对白 你是不会得分的 因为是民进党提20几年前他就提的啊 甚至蔡总统容我骂你一下 民进党当年提的时候你还没加入民进党 民进党当年在讲调调降投票年龄的时候蔡英文还没加入民进党啊 因为他加入民进党是2005年 阿扁要安排他当部分去立委他才不得不加入民进党啊 蔡总统的那个谬论是什么 我讲给你听 那个2016年啊 那个台大的教授出卖蔡英文了 他们去跟蔡英文座谈 在谈那个司法院政副院长的提名 蔡英文讲的一句话 那台大教授听了不高兴 他就把他爆料出来了 蔡英文说 威权时期 大家不是都选择服从吗 然后台大 因为他是座谈嘛 就是那些 这些反对那个蔡总统提名 谢文丁跟林警方的人 就跑去跟蔡总统 蔡总统就安抚他们嘛 然后蔡总统讲了一句话 威权时期 大家不是都选择服从吗 哇 这个话不出来不得了啊 威权时期 民进党的很多前辈 譬如失明的 吕秀莲 是被抓去做黑老的 不是大家都选择服从 蔡英文讲这个话 实在是丢脸丢死啊 台大教授把他拿出来讲 林永宗那个施改辉的董事长 又证实说 对蔡总统有讲这句话 蔡总统就GG啊 总统府也不敢否认啊 蔡英文的威权心态就是 威权时期 大家不是都选择服从吗 就他对 威权转民主的这一段 他是完全空白的啊 所以他才会讲说 不是大家都选择服从吗 他是这样的人 就有这种人当总统啊 然后民进党一堆人跑去 分一点这个好处啊 那像施明德像吕秀莲这种 他们是不屑的啊 施政风老师 不要 林佐水不用不用 你不用同情我 不用可怜我 我不要你的任何东西 苏焕智啊 苏焕智啊 你不用安排我 你安排我干什么 不用 我才不稀罕你 那个什么董事长 什么总经理 什么官什么都不用 民进党还是有值得敬佩的人 我不要你的一官半职啊 他们不像谢长廷 苏贞昌游熙君 还要死啊 还是有差别 民进党里面 还是有值得尊敬的人 虽然不多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 拜拜